评说评论评说春秋 今天我们顺悦过 说到无悦之争 也许有朋友要问 应该说说那个西施吧 西施可是在无悦之争中 起重要作用的人物之一 而且她是中国四大美女之首 自然也应该是春秋时期的美女之首 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 妇孺皆知 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 西施传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蒋悦国怎么能够绕开它呢 我也想讲讲西施 但是我几乎看不到西施 因此很难去说 我们的依据主要是史记左传国语 实际上我们只是把其中的记载 做选择性的切出来 突出我要说的事 然后加上自己的一些见解 实际上 其中的切出过程中的失误很多 批评不多 而见解部分很少 批评却不少 当然选择性的看 表扬还是更多 所以说到西施 无外乎又是一番口水战 说到四大美女或大美女 我觉得这是有讲头的 总结了一下 这大美女至少有三个条件 大美女的第一个条件 是必须漂亮 不漂亮怎么能称大美女呢 因此不仅要漂亮 而且要绝顶的漂亮 所谓倾国倾城 所谓沉鱼落雁 碧月修花 庄子奇无论记载 毛强 离姬 人之所眉也 鱼之见之深入 鸟之见之高飞 迷路见之绝聚 似者熟知天下之正色也 关于西施的故事 很迷人 说越国有一个叫西施的 是一个换纱的女子 长得像女神 粉面桃花 相貌过人 她在河边换纱的时候 清澈的河水映照她俊俏的身影 使她显得更加美丽 这时鱼 看见她的身影 忘记了游水 渐渐的沉到了河底 这些鱼 一定是一些好色的鱼 汉代汉原帝 为安抚匈奴 选宫女王昭军出赛 与蝉鱼结成姻缘 以保汉兄可持续友好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 王昭军告别故土 一路北上 马思雁鸣 出动了王昭军的悲伤之情 他在马上 更可能是应该在车里 拨动秦悬 南非的大雁 听到这悦耳的情声 发现了骑在马上的美丽女神 好色的大雁 忘记了煽动翅膀 跌落地下 落雁 成为王昭军的代称 东汉末年 汉先帝的大臣 王允的一个婢女 名叫貂蝉 在后花园拜月 月亮见到如此美丽的女神 好不害羞 赶紧躲在云层后面 于是 貂蝉就有了碧月的美称 唐代美女杨贵妃 美如天仙 一天 她到花园散心 看见盛开的牡丹 月季 等花朵 便伸手去摘 可刚一摸到花 花瓣力气收缩 绿叶 卷起 滴下 在美丽的杨贵妃面前 花都害羞地低下了头 羞花成为杨贵妃的代名词 但是仔细琢磨这些故事 又发现了问题 沉鱼落雁 是动物的审美 鱼见到美女沉下去了 雁见到美女落下来了 鱼的审美 雁的审美就必人高 这样说 有人就反对了 这是比喻 不能太较真 李白说 燕山雪花大入席 你能较真吗 还有想象力没有 所以我们不能较真 一较真 我就输了 实际上 大美女都是被大政治人物看上的 这些鱼艳月花的背后 都是这些人的眼睛 但是问题来了 这些大人物就一定有审美水平 我看未必 看看晚清选出的宫女贵妃的照片 您可能同意我的说法 想想戴安娜被何人替代 您可能也会同意我的说法 但是同样 这个问题也不能较真 一较真 就又输了 因此 大美女的漂亮也许是相对的 是那个时代的审美 或那个时代贵族的审美 而贵族的审美往往超越了世俗 甚至是一种变态的审美 大美女的第二个标准 就是一定要与大事件有关 用今天的话来说 就是要有政治影响力 要有社会影响 这个美 可能更大程度的不在于艺术的审美 而在于政治或社会的审美 大家都去关注 它最大程度的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 因此成为大美女 这就像某个时代经常提到的 最美的村官 最美的医生之类的 更多的不是艺术的审美 而是道德的 政治的 社会的审美 所以被人们提到的春秋时代的大美女 都与政治事件有关 与政治人物有关 然后与文学艺术家的想象有关 前文提到的宣江 文江 七江 丽姬 孔夫人 西贵 夏姬 还有孔子曾经遇到过的男子等等 其中最传奇的可能要数夏姬 这大美女的第三个标准 是一定要与文学艺术有关 一定要有文学家 艺术家的渲染 文人骚客 文人诺墨 是大美女成为大美女的必要条件之一 因为有文学艺术 她们的世界才越发传奇 可以广泛的流传 让人喜闻乐见 西施这三条都占了 因此她成为大美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